如果我今天想要计算月份的增减的话 奥运当天其实就是等于2016年的这一天 假设我把这个日期带过来 奥运的后三个月跟前三个月的话 你可以透过E-Day函数 E-Day函数特别注意 在2007以后的版本才内建 2003以前的版本 如果有些同学还是用2003的话 注意一下可能需要什么分析工具箱 要外挂一下增益集里面才会有 那如果你是用2007以后的版本 在日期时间里面应该都有内建 E-Day函数 那它其实主要作用是做什么呢 其实就增减月份 比如说我今天奥运当天这个日期 或者你用上天日期 month的话 如果你是要三个月的话 你就输入3 它会自动帮你算出 三个月之后的那一天是哪一天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 就是11月16 OK 其实主要就是month部分 然后如果是前三个月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用什么呢 一样把刚刚公司贴上 那差别的部分是在哪里呢 差别部分是在 你前面 你前的话用负 负3就可以 负3个月按确定 就5月16号 那E-Day函数 主要的作用是在计算什么 月份的增减 那当然 除了说用E-Day函数之外 你当然也可以用那个 什么 其他的方式 不过其他的方式 我觉得太复杂了 你可能要用 什么 其他的像 Date函数 然后Year, Month, Day 好多函数才能做完一件事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 善用这个E-Day函数 来完成你要的那个日期计算 月份 那再来的话有关那个We-Day 也许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We-Day主要是什么 要知道说 某个日期是礼拜几 比如说我今天 假如说 这个2008年的5月1号是礼拜几 那我可以插入一个函数 用那个日期时间里面的We-Day 好We-Day 按确定之后的话 给它一个日期 那我是建议 底下那个Return Type 你把它控下来 不要加 那按确定 它结果会是5 可是5 但是问题是5是礼拜几 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 这个礼拜五的话 在这里特别注意 因为呢 E-Sale是美国人设计的 所以它We-Day礼拜五 指的是一个礼拜的第五天 那第五天的话 我们的直觉会是礼拜几 我们可能礼拜一是第一天嘛 一般啦 我不知道你们 可能你住过美 如果是美国的 他们那边是礼拜天是第一天 所以5的话 基本上是礼拜四 OK 所以基本上 以后你看到We-Day所产生的数字 它所代表的意思 指的就是 就是美国那边认为 一个礼拜第几天 当然未来如果你要格式的话 你可以按右键 除此我们要格式 再把这个日期 改成什么呢 改成星期几 按确定 它一样可以产生你最后要的星期几 所以基本上We-Day呢 它是可以让你 就是判断某个日期的星期 是星期几 OK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用在哪些地方 第一个请贴切到综合练习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产生一个年历的话 该怎么做 一 请你游标先放在二月的下方 二月一号 那如果说我要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我当然已经产生第一天了 一月一号 那如果说要产生二月一号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插入函数 选择什么呢 因为我要产生的是二月一号 那一月一号跟二月一号相差几个月 一个月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第一个可以用E-Day函数 再用Star 这个什么Star Day 选前面一月一号 Month的话呢 记得输入1 OK 意思就是什么 我要一月一号的下一个月 下一个月的同一天 那就是什么 二月一号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喔 它会自动帮我把什么 二月一号产生 那 三月一号到十二月一号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向右填满就可以了 欸 向右填满 不过填满之后 出现那个井开头了 那这一看就知道什么 蓝宽不足嘛 对 那怎么办 格式里面 有一个自动调整蓝宽 你可以从这个 向右把它填满之后 再到格式里面 有一个自动调整蓝宽 按下去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喔 它会自动帮我怎么样 把蓝宽调整一下 它会产生什么 从二月一号 一直到十二月一号 主要我们要产生 每个月的第一天 用什么函数呢 用Eday函数 所以第一个 应该没问题吧 第二个的话呢 我希望产生是什么 底下的日期 那最好是什么 我向下向右一次全部完成 那我怎么向右向下 向下向右呢 特别注意 游标先放在那个A3 等于什么呢 那实际上呢 1月2号是什么 1月1号怎么样 加一天 所以A2加1 所以你可以什么 在这边打上A2 再把它加1 打勾一下 A2加1 那你会看到有没有 A2加了1 之后呢 它会怎么样 把1月1号的日期 加了一天之后 就1月2号 并且把格式呢 也带过来 OK 那所以呢 再来你可以怎么做呢 向下 填满到32列 放开 1月31号就出来了 但你可能想说 那2月怎么办 是不是在把这个什么 B2加1 这个是C2加1 不过这可能要做很多次 所以我希望向下 向右一次怎么做呢 第一个一样 向下对不对 可是向右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呢 2月底下 会有3月东西 那如果我希望 当我向下填满的时候 不同月份的东西 不要显示的话 有什么方式 不同月份 所以如何判断 你的上一个日期 跟下一个日期 跟下一个日期 它们月份是否相同 如果不同的话 那就把什么呢 把资料清空 清空 所以刚刚的叙述里面 第一个逻辑 一幅 月份的话 用Mans 所以呢 最后清空是空之串 那我要怎么把 这些提示 你可能想到 我可能会用到 逻辑函数 用到Mans函数 用到清空 那可是问题 我要怎么样把 如果不同月份的资料清空 那做法 我们又回到刚刚 A2加1 这个储存格 那我的习惯 会怎么样 先把里面的资料先剪下 有没有 就是第一步呢 可能我还缺了逻辑判断 所以剪下 第二个插入什么呢 逻辑判断 所以 找到逻辑里面的if 然后呢 我的逻辑是 如果 什么呢 我的Mans 所以打一个Mans 这可能自己打到比较快 钱刮斧 Mans怎么样呢 钱刮斧 哪一个呢 跟A2比比看 A2产生的 就是我现在的那个 上一个 意思就是我上面 那个储存格 如果 他的那个月份 所以这个地方 Mans刮在外面 就会抓到是1月 OK 如果跟什么呢 下面那个储存格 下面那个储存格 其实是什么 Mans 把它复制一下 那两个比较的话 如果不等于 我们不等于是一个小于 再一个大于 小于大于是 叫做不等于 OK 如果等于等于 OK 如果不等于什么呢 刚刚Mans A2加1天 加1天的话 如果不等于A2加1的话 意思是什么 我上面的那个月份 跟我产生的月份 如果不同的话 那我做什么 把它清掉 清掉是双以后 反之的话呢 才是做刚刚一样的事 就是A2加1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意思就是说我先判断一下 我的月份 上面的月份 跟下面的月份一不一样 如果不一样的话呢 那我就清空它 反之才是输出 按确定 向下填满 再向右填满看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向右填满 你会发现 3月1号不见了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3月1号 2月28 跟3月1号 那个格子里面的 逻辑判断 有没有 它判断那个月份不一样 所以呢 它把这边输出一个空的 但是你会发现 下面怎么 上面空的是对的 可是原来3月2号 跟3月3号 却变成什么 仅value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 你下面格子 它会去抓上面的month 上面month 应该是给它一个日期 可是你却给它什么 空的东西 那month里面 如果你放空的东西 它就会跳出一个错误告 告诉你说 你给我的资料的值不对 你应该给我一个数字啊 为什么你给我一个空的呢 它就会告诉你错了啦 实际上怎么办 可是我希望说 如果这边空的 如果这边错误的话 那我不要让它出现 那怎么不让它出现 当然你不是说 直接把它delete掉 如果delete掉 那没意思 所以呢 以后如果说 你希望 不要让它出现 有一个方法 再把公式剪下来 做什么呢 再插入一个ifir 不特别说 ifir这个函数呢 只有在2007以后才有 如果2003 你可能要用另外 叫做if 再用isir 那比较麻烦一点点 那如果说你是2007以后 有一个ifir 那可以做什么呢 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如果你贴上的东西 它不是错误的话 它会正常输出 可是如果里面有 紧开头的东西 像刚刚的紧Value 那它会说 如果那个有错误的话 有紧的话 那怎么办呢 你把它输出什么 双引号 两个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有错误 那帮我删掉 可以看懂那个逻辑吧 按确定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向下 向右 有没有 清空 那你整个怎么办 拉到最后面 12月的话是L L藍 放开 那你会发现 很快的 一个月 一年的所有年历 通通帮你产生了 OK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逻辑 所以我们刚刚 主要做几个动作 先产生2月1号 到12月1号 是利用什么 E-Day函数 抓前面日期 相差一个月 那你像要填满之后 它又会抓前面的 又会抓前面的 所以每个都是 第一天 再利用什么呢 这个地方我做了三个动作 第一个是A2加1 不过A2加1 会什么 不同月份的出现 所以用什么 一副慢时的比较 这个叫不等于 一定是小于再大于 之前有同学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先大于再小于 这样可不可以 更不行 为什么 规则就规则 这个是规则 这个叫不等于 不等于空的 那就是如果不等的话 那就给空的 如果相等 那才是输出A2加1 所以第一个是A2加1 第二个是做 if慢时的判断 第三个是如果value 出的话 那就怎么样 再把公式贴上 然后呢 就给空的 OK 大概是这样 三个阶段 公式可能比较冗长 我想各位试一下这个部分 那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很快的 就可以做出什么 一整年的年历 所以这个我想应该可以在 我们的那个 讲义的第30页里面 也有这个公式 尽量大家用理解 这地方其实就是 分成一个阶段 两个阶段 三个阶段 那当然做完之后 我们再来就是 要怎么样快速的把礼拜六 跟礼拜天 设定成不同的格式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格式部分用 格式不能用函数 只能用什么呢 这边我们可以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设定格式化条件 那格式化条件呢 的逻辑 是当礼拜六的时候 给一个格式 那我要怎么样判断礼拜六 除存格里面资料 怎么判礼拜六呢 刚刚有提过week date 其实可以用week date 抓储存格的资料回来 如果是礼拜六的话 那应该是等于多少 美国人的那个概念 美国人最后一天是 礼拜六 七 如果礼拜天的话 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 所以是一 那你就可以设定格式化 再 如果 他是礼拜六 给一个格式 礼拜天 给一个格式 那这个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 年历的部分先完成 待会我们再来看设定格式化条件 可以参考一下那个 第30页的这个部分 我们分成三个阶段完成 我试一下 先把那个 年历的部分先产生 当然年历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 如果你把1月1号的日期 改成不同年 比如说你要2019的话 其实你2019输入Enter 你会发现一整年全部都变2019了 为什么 因为后面的东西其实都会跟着什么 跟着A2而改变的 有没有 每个月第一天 也是跟着A2 底下的也是跟着A2 所以A2是头 所以你未来只要什么 改一下他的年的话 他就什么 底下全部的资料呢 都